大家好,我是時光寶寶的A步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 Like 和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購買碗標的時候 很多朋友首先都會注意主流品牌和型號 我最近有個朋友想找碗標作為送禮用 很可惜他走了很多間 AD 即 Offerized Dealer 但都找不到他想要的主流品牌和型號 更加不要說用這個定價去買到 都很沮喪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去買標 或者選擇一隻碗標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些非主流品牌和型號 有時候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性價比、設計和質量非常高的選擇 在這裏我們就準備了五隻非主流運動標 希望可以介紹給大家參考 第一隻就是 Burman Mercy 名士的 Rivera 李維拉型號 李維拉這個系列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首次出現的 它是和 PP 的 Nautilus 和 AP 的 Rock 差不多同期 它的設計也有一個十二邊形的標圈 所以也挺是當年七十年代的那種 typical 運動標的設計 而今天我們面前這一隻碗標 就是一個重新改良的一個款式 在2016年的時候推出 而我們面前這一隻碗標最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它的標面 第一它是綠色 就是今年最時尚的顏色 第二它的標面的紋理也很特別 叫做 Mountain and Sea 就是山水有相逢 那些凸的三角形代表山 而那些凹的三角形代表水 它整體就是一隻大三針的設計 在三點鐘位置有日期窗 而十二點和六點鐘是用羅馬數字的時標 其它的時標都是立體的 亦加上夜光的塗層 這碗標本身是42毫米的直徑 也挺大的一隻碗標是比較時尚的 它擁有一個透明的藍寶石水晶玻璃底蓋 是可以讓我們看到SALITA 的自動上鏈機心 是有38小時的動力儲備的 本身這碗標是可以防水100米 它就配了一條綠色橡膠的標帶 時尚之餘都是比較運動的感覺 第二款我們想說的碗標是寶柏的 Tribute to 50 Phantom Military Spec 原來50 Phantom 相等於91.45m 50 Phantom 系列在上世紀50年代推出 是最早期的其中一款專業的潛水標 Military Spec的原因是 1957年至1958年的時候 武伯曾經做過一批潛水標 是專門為美國的海軍設計 可以滿足他們的嚴苛要求 以及被海軍陸戰隊執勤的時候配戴的 所以我們面前這款碗標 就是為了紀念當時設計的一個復刻版 這碗標的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標面六點鐘位置的圖案 白色和橙色的圖案原來是有功能 如果碗標是入了水或液體的話 那個圖案的顏色是會改變的 令我們知道這碗標可能需要維修 另外一個要提一下的就是這碗標的單向旋轉的標圈 原來單向旋轉的標圈是寶柏發明的 所以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時候 它是有專利其他品牌 在70年代以後才可以用這個單向旋轉的標圈 這次我們看到這個單向旋轉的標圈 它上面還是有藍寶石水晶玻璃的一個固定 讓人感覺是很通透的看法 這碗標本身的直徑是40毫米 是一個鋼壁 底蓋也是藍寶石水晶玻璃 本身這碗標是可以防水300米 是專業的潛水標 搭載了寶柏自家生產的一個自動上鏈機器 可以有四天的動力儲備 這碗標限量500隻 不過它不是一隻新標 在2017年的時候已經推出 今天還可以賣 因為非主流 第三款我想說的是 Fragic Constant Vintage Rally Healy Automatic Small Second Fragic Constant這個品牌 他們是很擅長做一些性價比很高的碗標 他們也推出過一隻 十萬元港幣以下的萬年力 我們也介紹過 這次這碗標 他們是專門致敬 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 一個很出名的越野車的製造品牌 叫Austin Healy 這碗標本身的設計 是很Vintage 第一就是用了 British Racing Green 一個賽車綠色的錶面 還有在九點鐘位置 他們選擇了用小秒針 而不是用大三針 小秒針還是紅色 給人有一個運動的感覺 這個碗標本身的直徑是40毫米 而它的厚度是11.15毫米 所以都頗薄和頗貼手 戴上手會相當舒服 可以防水50米 足夠生活防水 本身搭載了一個ETA base的自動上映機器 可以提供38小時的動力儲備 這碗標是限量888隻 在標底蓋上 黑了一個Austin Healy賽車型號 100S的一個圖案 在你買標的時候 都會送汽車模型給你 定價是港幣15800元 第四款我們想說的碗標 Gerard Paragu Loretto Absolute TI-230 Gerard Paragu這品牌 亦真是一個被人忽略了 但又非常有抵運的瑞士品牌 這品牌今年已經二百三十年歷史 早年的時候 他們獲得很多精準的代表 或是航海時計的獎 所以他們在機械技術方面 成就相當高 而這個Loretto 亦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 開始出現的碗標 而他們第一隻出現的碗標 居然是一隻Cross的碗標 原來GP除了做機械碗標之外 他們也是研發Cross機心的先鋒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Loretto Absolute TI-230 當然是一隻機械碗標 為什麼叫做TI-230 原來很巧 在230年前 1791年 當GP成立的那一年 亦都是人類發現了 Titanium 泰金屬的年代 泰金屬的特色 就是它堅硬 很輕 都不會讓皮膚敏感 所以非常適合做標學 所以今次這隻230周年的紀念款 Jerper Gould 選擇了用 Gray V 5 級泰金屬去做標學 這碗標也挺大 44毫米乘14.65毫米的直徑和厚度 是需要一隻比較粗創的手腕 可能會帶得比較好看 這碗標可以防水300米 是一隻專業的潛水標 它的標盤設計也是一個三文字的標盤 什麼為之三文字標盤 它那個夜光的塗層 就放在底層那裏 而表面那層的標盤 就是戒穿了很多個時標 令到夜光可以透射出來 在6點鐘位置有一個日期窗 搭載了一個GP自家生產的自動上電機器 就可以有46小時的動力儲備 而這碗標的標帶都比較特別 叫做Rubber Alloy Strap 它原來是在植物物中加入了太金屬的物質 令到那條標帶更加耐用和堅固 最後一款 第五款是Longin's Avigation Type A7-1935 這款碗標的顏外是非常Vintage 原來是1935年的時候 浪琴為美國空軍設計的一款飛行員的碗標 是一個復合版 這碗標最大的特色就是 標盤向右傾斜了40度 目的就是為了令到飛行員帶著碗標 不需要扭動手碗都可以清晰地讀取時間 而標盤上的超大的阿拉伯數字也是為了這個原因 這碗標本身是一隻計時標 它的計時功能的起動、停止和歸零 都是用同一顆按鈕在兩小時位置去完成 而六點鐘位置就是有一個秒針和一個日力盤 這碗標是一個物體的標殼 它是黑了一隻飛機的圖案在後面 碗標本身的直徑是41毫米的鋼殼 搭載了一個ETA-based自動上年機日機身 可以提供54小時的動力儲備 而且是一隻新標 2020年的時候已經推出了 不過仍然有了 五隻非主流的運動標 我們都介紹過了 希望在裡面你會找到一些你喜歡的款式 我自己覺得買標最主要是 適合你自己、你喜歡 以及你覺得性價比是好、合理 因為就算你不是很熟悉的碗標 也好 你去到標行那裏拿一隻標上手 上一下鏈、調一下針、戴一下它 你其實都會感受得到 那隻碗標本身的設計 它的功能和它的造工 是否能夠達到你的要求 希望少些去追那些超高價的主流的碗標 因為那些碗標有時候的價錢 已經去到一個不合理的水平 真的不知道這些水平是否可以一直維持下去 好了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